之後的話我要怎麼開始寫那個Java的程式 其實非常簡單 請你在那個 各位展開之後一定會有個資料夾 我習慣這個資料夾 SRC其實就是所有的Source Source就是程式的意思 你程式就是放這裡就對了 那如果說我要在裡面寫程式的話請各位在Source上方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有個新鍵 新鍵什麼呢 剛已經有專案對不對 專案裡面的話特別注意 在那個Java裡面的他有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這個 這個最最基本的單位就是 對一個一個類就是所謂的類別一個class 最基本的所以 我如果要撰寫程式的話我必須要先新建一個所謂的類別 就是class 那這裡的話呢你就把Source上方按右鍵然後新建有個類別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他問你說你的類別名稱叫什麼 那這裡的話我想我們也跟專案名稱取一樣 CH2-1 把它貼上去 一樣的名稱 OK 好了之後的話 那套件呢 這裡我們暫時不要 不過他會有個警告 就預設套件就好了 因為 你將來如果有很多的 這個專案更複雜的話 裡面 底下就會有所謂的套件 那套件有好 很多個套件 你可以 放不一樣的class 不過現在只有一個 那就不用去理會 用預設就可以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 這底下因為一個class 他等於是 假設有點一個一個房子的一個房子裡面一定要有個門 那個門就大門 你一定要從 城市一定有個執行的一個窗口 那這個窗口的話呢 基本上 一定要把這個地方一定要打勾 這邊有叫 Public Static void man man的話就是 進入點 就是我這個class 我這個城市 我要從哪邊進入 一般的話 這個 進入點通常叫man 他是一個 那void就是 他是一個方法 他沒有回傳 他沒有回傳值的一個方法 那前面的話 這些就是修飾的 開放的 public 靜態的 那這個到底什麼用途 我想你們暫時呢 先了解一下 他主要是他的名稱叫man 的一個方法 OK 那我們這地方特別注意呢 這個地方請各位打勾一下 打勾之後呢 他就自動會幫我產生 這個進入點 否則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以前是要自己打上去的 那產生一個class 一個man OK按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你的那個 Source 裡面 本來 應該是沒有東西 他會自動產生一個什麼呢 點java 的一個程式 那你會想說 那老師你剛剛不是 產生一個 類別嗎 那類別 不是應該 點 他副檔名應該是點class 點class就是類別 可是問題 當他還沒有被編譯之前 就是還沒有被 被執行之前的話 他的副檔名一律就是 點java 點java 可是等到他 compile之後 編譯之後的話 他的副檔名就會是點class 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點java 那各位可以看到 把這個 他也會自動幫我把他怎麼樣 把這個程式呢 開起來 放在這裡 開起來放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各位可以看到了 實際上呢 這裡面有一些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第一個 他是一個class 然後他是open 他是開放的 他的名稱叫什麼 那你會發現後面的話一定會有個大瓜湖開頭 大瓜湖一定是一對的 所以大瓜湖開頭大瓜湖結束一定是一對的 那將來特別注意你不能少一個 這個 如果說你要知道他的瓜湖開 開頭在這裡 結束在哪裡的話你只要把他點一下 他就告訴你結束在這裡 另外他有個進入的一個man 他的一個方法在這裡 那我們要寫程式的話要寫在哪裡呢 記得寫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綠色字下方 他就跟你講說 請你把程式寫在這底下 也就如果我今天希望 城市域執行要輸出一個訊息 輸出什麼訊息呢 輸出一個叫做 System 點print 點out 點printlain 有沒有在那個26S的地方 就是告訴 使用者說 這個地方是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那這個地方怎麼撰寫 特別是在這個地方 那就直接輸入 這個地方的輸入一個System 那特別注意 在那個Eclipse裡面有一些自動的功能 就是自動會幫我 比如說你打一個 你把System打上去之後的話呢 如果你System字沒打錯 他會點下去之後會自動幫你提示 這個叫這個這個 智慧型的這個提示 那如果說你要打一個out 對不對其實你不用全部打完 你要點o之後的話 記得按一個Enter 他自動會幫我打完 把out打 然後再點什麼 點之後有一個printlain print就是輸出 LN的話就是一行 輸出一行文字 那這一行文字其實你就打一個p p之後的話呢 你其實你往下選 或者你把它全部打完 它也會出現 那如果你不想全部打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用選的 那裡面會有個println對不對 那其實各位可以順便看一下 他的說明會自動產生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了解一下 這一個 方法到底做什麼用途 可以把這些看完 OK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話 你就暫時跳過 你就 知道說其實他就輸出一行就對了 OK 按個Enter Enter之後他會給我們刮鬍 那請各位在裡面呢 輸出一個 字串 字串的話呢 請各位打一個雙影號 那雙影號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輸出什麼 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比如說這個地方我就把這幾 第一 第一個 OK 那把這幾行字打上去好了 打上去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 在java裡面 還有個結束 這一行程式我結束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最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分號 加一個分號 不要忘記了 OK 這樣的話如果說完全沒有錯誤你可以看到沒有任何的紅色的訊息 那最後請各位怎麼樣呢 把它做save 那我的習慣啦 因為這邊有儲存跟全部儲存 有的時候我的 乾脆直接按什麼全部儲存就好了 這樣省得麻煩 可能你好好幾個城市你不需要一個儲存 除了完畢之後呢 那我要怎麼知道 這個城市執行的結果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下方就是 就會顯示出來 那怎麼顯示 就是非常簡單 各位可以看到 寫完這行程式之後呢 如果我要把它print 一行出去的話 那下方就會有個主控台 那我可以怎麼樣的直接 在上面有個執行 對不對 你就把它按個執行 如果你看到下方 有個主控台 會秀出我的 第一個 Java程式的話 那表示你 這個部分 就完 完成了 你就 做完了 第一個 我們這第一個練習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 好